嗨,哈喽,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,大家好,台中市政府日前才对国营事业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水屋,空屋违规, 寄出史上最高的2000万罚款,为鼓励绿能发电,降低对传统高耗能、高污染发电的依赖,台中市政府针对自发自用,50千瓦以下并联形的自然人,公民电厂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补助经费,判提升民间的设置意愿,让台中再生能源的设置量持续提升。 由于经费有限,补助完毕将停止办理,欢迎把握机会紧速申请。 记者邹志中报道 加工出口区管理处,以绿色永续人区为目标,从永续观念的培养,包含生产过程中碳足迹的揭漏, 长期辅导众多产业节能减碳,并鼓励厂商以绿色电力取代传统电力。 管理处更提供专业团队协助诊断、分析厂区各单位能源消耗,以投资金额三年内可回收,作为优先提出之改善建议,让能源的使用更有效率。 截至目前,已省下25000户相当于三分之一南子区一整年的民生用电量,另增设太阳能设备于各厂区屋顶,以及电动运输工具。 累计总减碳量等同于13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锡碳量。 世界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,将有限的资源做最好的运用,节电并发展绿能,才是让产业及生态永续的不二法门。 时间无法改谢,所有的结果都取决于现在的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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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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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